中国高校第三大捐赠 宁德时代老板曾育群 回报母校捐13.74亿元 上海交大迎来的一笔重磅捐赠 12月3日晚间 宁德时代发布公告称 控股股东宁波瑞婷计划 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其持有的公司 按最新收盘价计算 这笔捐赠对应市值高达 而宁波瑞婷的实际控制人 正是上海交大1989届本科校友 这些年 他频繁回到了母校 不仅带领宁德时代与上海交大共设研究中心 还获聘校董和娟资设立了曾育群教育基金 并出任了上海交大未来技术学院名誉院长 其信保消息显示 宁波瑞婷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正是宁德时代创始人兼董事长曾育群 他本人系上海交通大学传播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1989届本科校友 目前 宁德时代和上海交大建立了产学联的合作 利用交大的工程化的能力 在智能制造上深入合作 时刻两个多月 在今夏上海交通大学 2021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 身为上海交大1982届机械工程系本科毕业生 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宁君做了主题发言 因此在2011年底 曾育群果断将ATL的汽车动力部门剥离出来 并以此为基础在老家宁德成立纯中资公司Keto 即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专注于电动汽车 储能锂离子电池系统的研发生产 11月5日 长安汽车旗下子公司阿维塔科技宣布 获得首轮24.2亿战略融资 引入的投资方包括 明德时代 福建敏东 重庆成安 两江西政 南方资产 南方工业基金等 堪称豪华 消防 杨 杨 杨